有没有,001,不过会有个问题,他找不到,为什么呢,因为他查出来是什么,数字,他要的是,不对啊,他也是,001,这个001,数字,这个C2,打钩。 没有,他在格式的问题,把这个地方,那里面的话,也许是,可能应该是,这边是文字,所以回来,应该把它改回通用,按确定,确定之后的话,再打钩一下,就好了,有的时候有没有,他会把里面的格式,变成文字,尤其是资料验证之后,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里面的东西在,格式再改回, 原来通用格式,就OK了,所以我们试一下,这边向下填满,有没有,这样子,就OK了,这样就可以了耶,有没有,本来不可以就变可以了,所以变通一下嘛,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,只是说多一道手续,把不行变成可以,所以有重点提示一下,一,这边多一个这个, 那这个是,假如说你的需要是某个栏位,加某个栏位,也许编号,加另外一个栏位,你就把它串在一起不就好了,第二个,把它做成一个,就是定义名称,再到这边,做出我们要的下拉, 那底下这个,你可以试情况把这个栏,这一栏把它隐藏起来啦,OK,那这样不就,感觉应该就是,好像本来没有的功能,突然又变可以了,OK,这个地方的话,顺便提一下,那再来的话,等一下就是再讲一下有关,就是这边我们查的时候,是用那个,VLUPA, 用LUPA,那怎么样把它改成VLUPA,那VLUPA,其实它的观念,也非常的简单,主要就是说呢,它查询,一定是查什么,查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个栏位,特别注意哦,VLUPA只会查第一个栏位,查到之后的话,你要把第二栏,第三栏,第四栏,带过来你就告诉他说,你要带第几栏回去,所以这个观,有同学会说,老师那我如果不查第一栏, 可不可以呢,当然不行了,因为它的规定就这样,除非说你选取的时候,你选的第一栏,假设第一栏是姓名,那就查第一栏,那就是姓名,就是你选时候的第一栏,OK,那所以等一下请各位把这个查询界面,再搬过来按Ctrl鍵,按Ctrl鍵意思就是复制一个啦,然后并且把这边2改成叫做VLUPA, VLOO,就是查询界面,我们把它改成什么,改成那个V6函数的做法,怎么样,这也试一下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一下,所以这边的话补充一下,如果说你那个下拉清单,假如说是要那个改成就是有编号加姓名的这种状态的话,那 那这边要怎么做,我想这边各位可以试试看,我是用的一个就是技巧,就串接之后,再做一个下拉清单,然后底下原来的编号,又就用Let,把它这个抓过来,那抓过来之后呢,把原来的下拉清单,资料验证取消掉, 记得那个格式本来如果是文字的话,你就再按右键,把那个储存的格式改回到通用,改完还没有,记得游标放上面打个勾,它才会套用那个格式,这样的话应该就OK了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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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大家